HELLO! 歡迎你們和我踏入藍本場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知道我最近很勤力去做練習 為了準備12月考Isles 如果不知道我說什麼 就記住看之前的影片 今天我打算帶你們去不同的超市 陪我買菜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商場 我也想帶你們去逛逛 現在就出發 第一站我會去華人超市 我去那裡是一個重任的 我就是會去那裡買奇異果 整箱這樣賣 現在其實是奇異果的季節 而且天氣開始轉 人很容易會不舒服 咦! 我錯過了路口 額! 我額要說話 先走到大運 反轉頭 我說到哪裡了 對 轉天氣呢 即是說什麼 很容易會生病啊 奇異果的維他命C也有多 不用我講了都知道 總之就是多啦 我就決定去買一箱 一箱自己怎麼吃啊 通常我們都會這樣 誰去開 就買一箱 就和朋友一起分 是不是很好啊 哇 原來這個路口很難出 不打得很好 OKOKOK 到了到了 好了 朋友說那些人是會幾箱幾箱的買的 我想我也是走快兩步 我真的走快兩步就到了 各位觀眾 這位小姐好像從來沒見過一箱箱奇異果 看一下 她好像發現新大陸 旁邊的人開始不知道她在搞什麼 很明顯就是不知道怎樣選擇 計算重量 紅奇異果是比較便宜的 不如看看她們的樣子吧 金奇異果也挺大隻的 但紅奇異果就小去差不到一倍 由於這裏有金奇異果和紅奇異果 對於這些選擇障礙的人來說是搞不定的 看一下她 要求救 又拍照又成這樣 你看人家 買就買不買就走 有結果了 最後是選了金奇異果 因為我們覺得它比較好吃 阿香你走走走又發現了些東西 是榴槤啊 老實說我都不是很資格 我想問這個價錢是不是很貴呢 榴槤BB 有機會都是泰國見啦 想買中式菜就真的要去華人店 差不多有齊 生菜白菜 葛菜 金雞菜 花人菜 董歐菜 真的整個蔬菜組合在這裏 台灣的朋友是不是很羨慕呢 買一包塔菜回去 吃一下 超大包 可以吃很多餐 我發現這裏的薑很海鮮價 今天真的不是便宜 那我選一塊小一點 這裏的華人超市都有一些不同類型 有些是很大商場的那種 那些東西放得很整齊 而我平時就喜歡去這種 舊式一點 有些像雜糧店的華人超市 基本上你一走進來 就已經聞到乾貨的味道 而且會把貨放滿整間店 有時真的連路都不太能走 夠不夠過呢 夠不夠夠不夠 夠不夠 剛剛好不夠過 好吧 那我 我只可以混路走 我想熬湯 現在打算找一些南北橫 有些是分開的南橫北橫 打算買一些是Mixman 這個應該是 果皮 7.5克 60克 剛剛在這裡找到這樣的東西 還有這個 我打算拿他們來做印尼的一種甜品 不過不知道這條片有沒有時間去做這件事 要不然就爭著你 下次拍給你看 看到一些熟口熟麵的東西 不過它的價錢就一點都不熟了 有維力榨醬麵 這個是我和佳薇的一個回憶 那時候我在台灣晚上在她家裡 然後覺得很餓 她就煮了這個給我吃了 讓我懷面一下 我覺得在華人超市的浴宕買東西 有點像在香港街市買東西 你可以直接走過去跟她說 你要多少錢的豬骨 如果有東西不懂 可以直接問她 通常她們都會回答你 就好像上次我在這裡買魚 我看到魚好像很生麵口 就是不會有桂花、紅衫魚等等 後來叔叔就教我 其實如果想蒸魚 可以試試蒸筍殼也挺好吃的 那我當然相信她 又真的挺好吃的 今天這裡我們就走著這麼多 因為我還要去第二個地方 哇...真的... 進去的華人超市 出來已經是落根魚了 不過這裡的天氣就是這樣 你信不信得 轉過頭又會出太陽 我現在就去一間本地的超市買雞蛋 那你會問為什麼我剛才不買賣呢? 是的!那裡是有的 不過我想買的是FREE RANGE蛋 那本地超市就會多點選擇 HELLO 我都說的 我拍完車 走上來就已經藍天白雲 所以平時我就算出街 都不敢浪衣出去 這間超市我經常都會去的 它很多區都有的 如果認得是哪間的就知道哪間 這一隻 用PASTRY包著朱古力酥 都蠻好吃的 還有這一種西式包點 在這些地方買就會比較便宜 如果我要買一個菠蘿包 分分鐘已經等於一盒的價錢 這個是陪我讀書的英文 哇...前面有很多KITKAT 我發現他們偶爾就出一些新味 好像這兩隻一樣 有MILO味 還有MINT的COKES&CREAM 會不會很甜呢? 我來試一下吧 火龍果 35港幣一粒 很小一粒 記不記得COSTCO 8元雞嗎? 這裡也有 13元 它是比COSTCO小的 哇...見不見到這個 不是珊瑚海 它是青口海 全部都是紐西蘭青口 平時在香港都是吃這些紐西蘭青口 在這裡買當然新鮮些 而且便宜很多 你想想... 25元每KG 不過現在這個價錢 已經不是最便宜 我之前見過是18元每KG 但是今天我打算吃別的東西 所以...拜拜 我不是很擅長吃蠔的人 不過我看到它好像挺大隻 你看... 現在賣這個價錢 我想試一下 這裡的超級市場 是真的超級大的 只是這裡面包部 這樣說 右邊就是一些 每天新鮮做出來的麵包 右邊這個角落的櫃 就是擺批的 前面那些辣又紅又藍的 就是全部的方包 麥包 什麼麥包 剛剛又推一大排出來 而且你看到這裡的通道 都是很闊落的 即使說多幾輛車一起走 都不會說很不敢 對了...我要找雞蛋 好像是這行 來到擺雞蛋的貨架了 哈哈...我又要在這裡想一想 其實我都知道我是要找FREE RANGE蛋 但是FREE RANGE 也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然後有些是不同的尺寸 咦... 旁邊這一位 好像跟我一樣也有些選擇障礙 我們就是這樣就開始聊天了 聊天聊天 越來越多人一起在這裡討論雞蛋 這裡的人的生活節奏 就是可以容許他們在一個蛋架前面 討論10分鐘 你看看 是真的聊得很開心 你不會覺得他很趕著要去哪裡 其實在生活中可以有這種休閒 是很幸福的 看一下 有童星點心麵 在這裡賣多少錢呢 9元樓子 即是45元港幣一包 這些東西當然要去華人超市 或者日本超市買 冬陰杯麵很常見 但是有帕泰杯麵 我真的想試一下 走完超市了 現在我趁了一點時間 不如帶你去一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小型商場 我覺得這些商場 是很像我們以前那些 舊式屋邨的商場 我自己就是屋邨大的 所以我也覺得挺有親切感 你只看商場名字 都知道他不年輕 一走進來的門口 就已經很有感覺了 這些紅磚地 又好像不知掉色還是髒 總之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的屋邨商場 這裡有一間 類似舊西軍的二手店 其實這裡是很流行二手文化的 大家都很接受用二手東西 總之就是希望那些東西可以用到盡 或者可以重環再用 看一下 轉頭而已 又有另一間 不如進去看看 其實每次進這些店 我都覺得好像尋寶一樣 因為分分鐘 你會找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很多針啊 看看 有粗針有粗針 天氣開始冷了 我經常看到一些冷 我都很想買幾塊來擠一下東西 但是很可愛 我見到買冷的地方 都沒有針 反而在這裡找到 這個高飛狗 好可愛 這個茶杯好美 4元 4元就是 20元港幣 一套 先付錢 請問你 如果要付錢 see you next time bye 哈哈 真的買了東西 哈哈哈哈 其實都偶爾會進去這些店 我看這些店 在柳西眼來說 其實都幾多 這次好像是第一次買東西 很開心 我們繼續探望一下 這個小型的商場 其實快走完 還有一間就是這些房屋 然後這一間 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 好像以前在屋邨下的文具店 其實這裡有很多Dollar Shop Dollar Shop 類似你可以當是10元店 那些 它什麼都可以買 進去看看這間 有什麼去買 泡紋彼虎 旁邊就有獎牌 下面還有一些面具 還有一間 那些人 是 還要去買 剛才不是說那些二手店 是好像尋寶那樣的 其實這一類型的店 也是這樣的 而且你又是想不到 會看到什麼 而且不小心買了什麼 這間店 沒有斬鑊 沒有斬鑊 再走出去看看這裡 這一間是 哦 美甲的店 走出去 走完 其實裡面很小 是一個L型的商場 這頭入 那頭就出來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 CLSS 喜歡看我走超級市場 而今天又不夠厚的話 留言告訴我 讓我下次再詳盡一點 帶來走超市好不好 那我們 下集見 拜拜